我相信不是所有BNO的人都给他住够六年就日席 所以你都要有个心理准备 如果你不是配合英国的需要 打你回头也不奇怪 如果他严谨一点 有些国家还会有 中国政府不承认BNO作为旅游证件 如果五年之后英国不收你的话 会不会回不了你 可能你到时成为国际纳闻 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估计 我相信 快点大家来报名这个千年的友谊界 一折 真是一折大便买的488元的 五六个小时的破天荒webinar 而且全部都是猛日 Alice Wong还会给足球阵 但是一件事就是快点登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设计的新设计是非常上课的 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到这么多人同事来报名 因为我们会有现场的交友和嘉宾 那太多人会不会轻机会不会造成很多不便呢 我们公司高层一直都在看 所以大家如果不想错过的话 请大家快点登记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继续是WaiWai和C老板 C老板恭喜发财 恭喜 恭喜你身体健康 我想身体健康 新年进步 新年进步 今年应该比去年好 一定比去年好 不要说应该 一定比去年好 我看到的客观形势 也是应该比去年的 好的 老板你有什么新年愿望 除了什么世界和平之外 有什么新年愿望 你自己有什么新年愿望 今年当然希望 疫情早点过去 大部分人都可以过正常一点的生活 我觉得是全世界人的愿望 过正常的生活 稍后我们有一期说一下 疫情究竟是否我们今年 能否过到这么正常的生活 另外一集 现在我们也说到 其实香港最业满的话题 就是移民去英国 其实你有说过你的点 不过我想再深入一点说一下 因为你曾经说过希望政府 是鼓励年轻人试下给他钱 去移民去英国 你长什么跟进 不是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就是我认识的年轻人之中 对香港的前景 那种抱有担忧的人 比重是不少的 而我都曾经尝试跟他分析 实际的香港的处境 和世界其他地方存在的差异 香港本身可以发展 可以争取的空间有多少 我发觉就是他们也有了一些既有的成见 就是已经是被某一些理念主宰了他的想法 变成了他是未必接受到别人不同角度的看法 那面对这些人呢 我认为你说他也不会这么容易接受的 但是我知道不听意见的人也好 他也只能够面对环境的时候 他也只能够接受现实而已 因为环境就不是别人的意见 是一个现实 他在现实生活中始终也会慢慢体会到 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所以我认为就 与其和他们分析辩论 不如等他们自己去接触一下这个外在世界 他们在香港很多年轻人就 有些未出学校更加不知道实际世界 有些出了学校都是在一个相对核责的环境里面 受到一些既有的理念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对他们最有益的 都是去外面世界看看 那所以我说 政府其实资助他们去也不怕的 你与其说想教育他有段时间都教育不了 不如让现实教育他 所以我说政府不如津贴他们去移民 那这个和有些人希望不要让他这么容易去移民 是两回事来的 我就很实际的 他如果不了解这个世界 留在这里为香港制造 麻烦多个为香港制造 就是正面的得益的 那不如让他们去见识一下 所以我赞成年轻人去见识世面 明白 但是其实我想问一下你身边是否真的年轻人去移民 但我身边真的有一些是中年人一家一大小去移民 不是年轻人不是说20多岁 我说40岁30多 太年轻人当然不能移民 就是书都没读完 还在吃着妈妈给她的饭 那她说想去都不行 这些就要妈妈带她去才行 那所以真正移民的大概都是 出来社会做过10年8年 有一定的职类那些人 就是很多时候有些是专业人员 有些是管理层的人员 纯粹如果你打一份牛工 你去外国未必好像香港这么容易生活的 而且外国也不要你了 不是说你去别人肯定给你的 就是顺便说说B&O B&O叫做5加1 为什么不是6呢 算了又要你5加1 其实头那五年 你就随时可以去的 你拿着B&O的护照 你就可以带上你的子女 甚至其他直系亲属 你都可以去的 那就去住5年 但是去住这5年 你是没有福利可以享受的 就是你要自己养自己的嘛 那所以你要带一笔钱去才行 他都会问一下你去住哪里 你会不会 他懂得说英文 可不可以在那边生活 但是现在他 你不用懂英文 你说肯学他都给你去的了 所以条件是很低的 所以头那五年呢 你就一定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如果有钱生活的话 那但是最后那一年也是要申请的 因为住够6年呢 你就是要可以成为永久居民的嘛 可以日夕的嘛 那英国我相信不是所有B&O的人 都给他住够6年就日夕的 你要住第6年的时候呢 他应该要你好像普通人申请移民一样 要去申请的了 申请一般移民 世界都有几样基本的东西 刚才也说过你语言行不行啊 你去到格格都不逆的 不能够融入别人社会的 那也不适合移民的 另外你的工种你做什么工作 如果这个工作在英国都失业率很高 英国本地人都找不到工作 或者这些工作呢 对经济帮助不大的 那他也不想你去的 那你譬如你做这些工作 只是一种就是人家没有人肯做 譬如最近我有些朋友说 你肯洗厕所修理水喉 他反而要你的 那但是你说我做个普通文员的 我可以做公司的接待员 那些他未必要你 那所以最后那一年呢 你也要申请的 如果不是也不是叫五加一 那所以你也要有个生理准备 如果你不是配合英国的需要 你第五年完了之后 申请不了他 打你回头也不奇怪的 如果他比较严密的 有些国家还会考考你 对那个国家的 宪法的形式 对他们的社会文化的形式 我会的 如果你一竅不通的 可能他问一下你 说英国的宗教是新教呢 还是是罗马天主教呢 还是两者的中间呢 这些其实他到时要怎么去考虑 因为这一次就是英国给香港这个 这么特殊的地位 可以拿着BNO去住五年 不是全世界都通行的 BNO其他有些英国熟土 海外公民呢 这不是叫熟土 现在叫英国海外的 不是英国籍的了 那不是每个都可以回去的 也不是说 旧英国殖民地的人都可以回去的 这个如果给我说 也有相当大的 是政治上的考虑 就是经济上的考虑由 政治上的考虑为主 因为英国脱欧之后 基本上的取态是会和美国赚在同一战线 比较有机会大 是美国的 应该是最密切的盟友 那美国要防止中国威胁他老大的地位 那应该会全方位去配合 那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要香港成为中国的包袱 所以他就要在香港的问题上 要为香港回归 走到中国设想的一国一制是制造难度的 不是纯粹说基于人道主义 就是要让香港人有出路 如果说人道主义 很多中东的旧英国殖民地 现在在战争之中 那些人要投奔路海 要跑去欧洲做难民 欧洲也不接受 英国也不会接受的 如果说亚洲 大家可能听过缅甸有所谓罗兴亚人 罗兴亚人都在缅甸都受到迫害 要投奔路海 有些跑去孟加拉 有些跑去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都有 那他们的处境就比香港 惡劣了 如果是为了人道的理由 应该让罗兴亚人去英国才对 他也是英国殖民地 也曾经在英国的时代 由孟加拉去到 当时还是叫印度 东印度 明白 所以他也是政治考虑的 是 但是我想问一下 如果在五年 因为我看到这些网上 有些分析 如果五年之后 英国不修理的话 因为现在大陆政府是不承认 BMO作为旅游证件 那你说如果 会不会回不了 可能你到时成为国际难民 有这样的情况 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估计 因为我相信他也是想着 吓吓那些小伙子 你去吧 去了 用中国的割籍法 中国的割籍法是不允许 雙重割籍的 但是中国在香港回归之后 对香港是很宽松的 你不要说普通香港人 有外国護照 有雙重割籍 就是一些议员 公务员 都很多有雙重割籍的 法官 所以变了他不 如果要整 都整那些人才轮到普通市民 前几天 就是中联办 新春酒会 中联办公开说 说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变 香港人的生活方式 其实就是很自由的 有喜欢选择做什么国民 都可以的 不曾上纲上线 说你选择做外国国民 就当你背叛 没有去到这个情况 所以公务员 法官 就是议员 都可以有外国国籍 那香港人 普通人去申请外国国籍 就很难说突然间要求这么高 不让他回来 除非是什么呢 中美 惡化 打架 跟英国打架 这样就不同了 那你投敌 你去英国回来 当你间谍 先去隔离审讯一轮 那你可能公民权被剥夺 也不奇怪 但是现在还没有去到这个情况 就是严重的 你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和美国开战 你入了美国籍的日裔人士 都全部抓去执中营 还有什么公民权可说 但是现在还没有去到那个田地 所以我认为 就不会现在说你去申请一下 就不让你在香港有永久居留权 但是你要看着形势的发展才行 现在英国就紧跟美国 中美的关系就没有热战都冷战 中英的关系 你看最近英国不让大陆的环球电视台 中英的牌照都取消 就是前市两个关系都走向 恶劣多过是改善的 朝这个方向去 我不知道五年后 会变到什么情况 但是眼前 应该还没有去到这种情况 所以就 明白 不会推占 另外有一件事 我刚才说 都给一些去移民的年轻人 给一些生活津贴 让他们去建议世面 我相信现实环境 与其留住一批 对现有的制度很不满的人在香港 不如放他出去 放了他出去 他能够在外国和中国作对的机会 少一点的 你看那些民运人士离开了国家之后 都没有什么作为的 所以现在那些反建制人士 有一些人都在这里说 你们不要走 你们要留港 在这里搞运动 才行的 每个人都走去 香港 没有人搞搞阵 所以 我相信 北京可能想 给那些人走 好过留在这里 如果想给那些人走 这个时候 就不要吓他 这个时候让他走 明白 谢谢蝕老板